因为连续下暴雨 我捆绑回来的这一只小毒苗 养了三天就长这么大了 这种小型鸟 只要是温度和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它成长的速度特别惊人 我保温箱都是开33到37度之间 除了头上 其他地方的羽毛都快长齐的 今天已经是整整地齐天了 身上的羽毛也没什么变化 基本上都长齐的 唯一和之前有点相像的 就是它这个头 头上还是没有羽毛 一直都没有把它带出来 因为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每天就十多度 今天破天荒的 有二十多度了 带出来熟悉一下环境 看它这个东张西望的眼神 它想飞走 不过这么小 飞走必死无疑 给你放这里 让你溜达一圈 这只鸟头上连毛都不长 光头嘞 别飞丢了 那么小把它养大 在家里面还挺乖的 一出来它挺怕人的 野心十足 这么怕我吗 没必要吧 钻到草丛里面去的 它这个状态就是特别怕人 受到惊吓了 哎 我又不害你 不是我 你可能都冻死的 这小伙子 所以说啊 一定要让它提前熟悉环境 早都应该带出来的 温度太低了 这种幼鸟很容易受凉 受凉之后 死亡率挺高的 所以说今天也是第一次带出来 尾巴都这么长了 直接把它给吓到了 在家里面只要是看到我 就张嘴要吃的 现在也不张嘴了 环境陌生 警惕性很高 熟悉一下吧 我的小零食都给你带过来了 啊 张嘴 张嘴 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吧 又要逃跑 这小伙子你有必要吗 不过这种情况也不用急 现在温度也起来了 待它在外面熟悉两天环境 它就适应了 这种小鸟 它适应环境的能力也特别强 希望温度不要太低这几天 看 刚带到家里面来 它就长嘴了 一出去就特别怕人 环境很重要 那今天就带你出来 好好练习一下 熟悉一下 Scroll吧 呃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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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